4号色新马堂户后名人 也就是新风深秋的风和新马堂小小马 那他们对手就是3号色一天小水渝和 2号色一天火海 就是小海 小海哥我晕了 他就是为难我吧 他16岁要我喊他哥 现在我们男人就成为哥 女人就成为姐 已经不是一个备份分得那么厉害的年代了 理解一下甚至外向一边的女孩子也称自己的哥 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的 应该说这种网络语言到底将来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对啊像毛毛很多人喊他毛哥 然后现在大家都叫我叫方哥 所以你跟毛毛两个为什么这么投缘 在性格方向性格很相似 都是比较外向新闻 陈龙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最大的对手啊 小水渝呢 现在是上海 而且小水渝 他的朋友是以前战队的未来之星 重点培养的对象 那么小小马呢 也夺得过个人单挑王的冠军好像 是在什么比赛当中 连江 他说在连江的一次单挑王的比赛当中是夺得过冠军 他说木质的一起或者我觉得他就有点谦虚了 因为他现在的实力呢还是摆在那里 你平时经常和神龙一起配合双打吗 没有 那你会不会担心今天你们两个人的这种配合呀 他会弱于对手 不会呀 因为私下意识大 说起来对了 他说由于他的选择的话 两个人是同时坐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 所以不怕这个配合 因为如果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可以互相的呼吟 对对对 中间可能隔了一点点距离 但是听得到 对听得到 这一句啊 神龙的这个位置呢 还是在三点钟 上语一模一样 但是呢 他的这个 那就上语 上语句的地形实在是太逆不透风了 堪称恐怖 他说太好了也不是一个好事 上语句啊 他的地形是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上语句啊 他的这个主要是BA建造的地方不是太好 其他的都 而且刚才我说神龙他不因为他比较害羞嘛 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小男孩 然后他就觉得做一期专访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我就说不行你翻门 强行采访 很多观众有意见啊 说方方你想干嘛呀 你不怕被麻友打吗 什么什么 哎呦 这可吓着我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他就算了吧 这一期节目取消吧 既然大家都说 我也不想挨打 说实话 感觉真的万一 我真的把那个神龙 把直播室的门一反锁 然后把神龙怪里边 不行 强行采访 你同不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那这样的话 到时候我挨打了 我可不干 反正我已经见过神龙了 既然大家不愿意 我说我没地要 哎 Donagy Donagy Zilkanta Somos Mon Rogan S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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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gan Somos Somos Donagy S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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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gy S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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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ri Isa Klari Somas DanaE Somas Klari Rogan DanaE Zokanta Isa Somas Somas Klari Somas Isa Somas Klari Isa Da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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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ri Somas Somas Da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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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积分来看呢 最早来到同期时代的应该是小水 而神龙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小水也是被神龙认为他目前最强劲的对手了 因为他的状态 他的水平都是属于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那么神龙他好像今天说过 他最没有把握的对手是谁啊 他说一到现场赛 遇到那位选手 他说一到现场赛 遇上战将的话 他每一局的历史还是都很不好的 每个人都是31个农民 最早来到同期时代的应该是小水鱼和小小马 碰到了小水鱼啊 这个农民大战呢 是要进行这个直接的正面交换了 所以小水一升级早啊 ルーナ还有一个自然的人 接下来 нельзя 认识膳水 一定会有一分重要天再有下宜的 滬被 advers争役墅了 他一升距離的座尾 这两队军啊 这个陈宏显 小水鱼和火海两个人都将神龙无能为力 而那一边 小马那一边呢 现在已经杀到了小水鱼家 让小水鱼是可以攻击 而且是杀到了小水鱼心脏地带 神龙这个时候应该会 两个人都是61个人 神龙和小小马都是61个人 神龙和小马都是61个人都将神龙无能为力 神龙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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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海的冰野过来坐罗 神龙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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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一波游戏来回响 他现在是最费的回忆 暂时一波成人的对冰 从方式上玉琪 Curtis有的是 Gandic的平小机 现在药海和小姐宜然的人非常的悲动 神龙和小小马都是75个人口 而且神龙也在加BA 农民数最多的就是神龙 而且是小小马家里的经济呢 非常地高 我有笑到过 包饶 包饶 情绪对于小手艺和国态来说是越来越不妙 小手艺的情绪已经升到了318分了 小手艺这个时候看来他的实力还确实 因为他这一段被家人们被打的也是非常的懒责 他来进攻手艺 然后他去他家里找了 所以他家里应该会更好 确实非常地对陈龙是他最大的 这个陈龙是这个求救的性 哇 哇 还好 这个在开场很高 我觉得他在开场很继续 很继续 那把陈龙家里的基地也会受到很继续 我还和小水鱼投降了 终于小水鱼在最后对神龙发动这一波进攻 没什么无功而返的时候呢 也正是他们希望彻底破灭的时候 一比零 以天小水鱼和以天火海落后于神龙和小小马 应该说这一局比赛啊 这个小水鱼在前期啊杀到你家里 杀到神龙家里面 却那个时候他和火海呢同时来到你家里 当时没有给你家里带来什么麻烦 是不是他们从主动变为被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 应该是吧 1 4 5 1 感谢观看